皇家学院有没有校友会 想找谁 李孝把手机递给他 念出了景一兰的名字 习罗看着那张颇具年代感的照片 扫了两眼 又看了看李翘 可以去皇家学院的国际社团俱乐部查一查 嗯 你安排吧 这么相信我 你就不怕我把你卖了 你缺钱 没意思 严蒙威至今晚到 你跟我一起去接他 没空 你这小孩真是一点也不可爱 颜特一让H来帮忙 你就不打算见见 不打算 据说颜蒙H特别有男人味啊 黄金单身汉 而且 你不是喜欢奶狗吗 习罗无语地想 谁喜欢奶狗 大狼狗才有乐趣好吗 习罗不想说话了 憋开脸闭目假媚 这小孩确实能力非凡 气死人的能力也是世间罕见 上午十点 坐落在梅德公园和威敏斯特教堂附近的英帝皇家学院 映入了眼帘 李孝二人沿着学院小路来到了国际社团俱乐部的楼下 国际社团都是外籍学生入学时默认加入的 如果纳外在这里读过书 社团的校友录会有记载 转眼 习罗带着李孝走进了俱乐部大楼 国际社团的活动室在三楼 门口站着一名四十左右的英帝男人 对方看到习罗立马急步走来 对他弯了弯腰 大小姐 嗯 去把国际社团历年的校友录拿过来 好的 中年男人走后 离校端详着习罗陷入了沉思 别这么看着我 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 不如你自己说 有什么好说的 无非就是我家给皇家学院修建了几座图书馆 身为荣誉校友比别人多了点便利 习罗所谓的便利 就是他的私人管家 在五分钟内 报来了二十五本国际社团历届校友录 国际社团历年的校友录就这些 再往前就没有了 社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嗯 据说是二十七年前成立的 但前两年并没有制作校友录 不用查了 没有 李孝捶了下眼皮当作回应 景一兰在英帝读研究生时 恰好二十二岁 而他和莫奥凡结婚生子 已是二十七岁 按照时间来算 他入学的同年 国际社团便成立了 可英帝的研究生课程大多一年 最长也就两年 这意味着 景一兰在读期间 国际社团没有制作校友录 景一兰的信息 早些年就被彻底抹掉 英帝皇家学院这种地方 又怎么会留下痕迹 何况 如果这么轻易 就能查到蛛丝马迹 莫奥贤早就找到了 哪里还需要他出手 校友录我让管家复制了一份 不管有没有用 先留着吧 谢了 劳伦斯庄园在哪 笑笑为敏斯特事 谢谢大家